过去备受老北京人喜爱的宠物黄雀 为何现在却很少看见有人养了呢 以前老北京的顽固子弟几乎人手一只黄雀 出门就提着鸟笼遛鸟 养得无比精细 吃得比人都好 养起来的规矩更是无比复杂 然而现在北京城里几乎不见有人养黄雀 难道就是因为规矩太复杂 所以现在的人都不养黄雀了吗 这里是万五零 欢迎关注熊探长 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黄雀是雀醒目 雀科金翅雀鼠的一种鸣琴 分布范围非常广 西至欧洲 东至日本 向西南能到埃及 欧亚地区几乎都有黄雀的身影 黄雀的外形与它的名字相符 全身遍布黄色的羽毛 间接穿插着一点黑色的羽毛 熊鸟和雌鸟的外表略有不同 熊鸟头顶比雌鸟多了一簇黑色羽毛 雌鸟头顶则是灰绿色的斑纹 它们也不挑齐齐环境 在山区 黄雀通常喜欢齐齐在真叶林 或者真叶与阔叶林的交接地带 而在平原 黄雀则喜欢生活在杂木林 或者公园的小树林里 黄雀经常组成几十只的大队伍 特别是在春秋季节迁徙的时候 不过繁殖记的黄雀 就喜欢两口子单独行动 用蜘蛛网 残茧 嫩草和羽毛等材料 搭建一个精致的小窝 和邻居保持羽毛的距离 不光居住的地区很杂 黄雀吃的东西也非常的杂 会根据季节 或者迁徙地区的不同而改变 比如说春天的黄雀们 就专门找树木刚长出来的嫩芽吃 也会吃一些野生植物的种子 还有各类小昆虫 夏天昆虫开始大量出现 树木的叶子也变得又老又难啃 这时候黄雀就会专心抓昆虫 它们尤其喜欢吃牙虫 到了秋天 昆虫数量减少 黄雀就改为吃种子果实 也会偷吃一些庄稼 黄雀的鸣声青翠月儿 能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 甚至能学会简单的音调 在繁殖季节 雄性黄雀的歌声尤为动听 它们以此吸引雌性 并宣誓领利 在老北京 羊鸟是一种风雅之士 清晨胡同里便响起了鸟儿的啾啾鸣声 羊鸟人开始带着自己心爱的鸟儿 入去旅玩 那时的北京人 无论贫富贵店 都喜欢在闲暇吃鱼 体龙又养 特别到了冬天 上了年纪的羊鸟人就聚在一体 晒着太阳交流羊鸟心得 不过养黄雀看似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 里面的门道可不少 从玄鸟饲养高调教 每一步都充满了学问和讲究 首先说一下玄鸟 一只健康的黄雀 要看它的羽毛是否光亮 眼睛是否有神 脚步是否有力 外形好看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其次还要听名声 判断它是否有潜力 成为一只优秀的畅鸟 养黄雀就是拿来赏玩的 除了看着赏金月幕之外 叫声也得鱼耳动听 其次是饲养 黄雀的饲养需要精心准备鸟食 同时还要注意鸟笼的清洁 以及给鸟儿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在旧时 有些富贵人家饲养的黄雀 每个月至少要支出十几辆银子 比雇佣一个下人的价格高得多 就是因为要让黄雀吃好住好 这样既能显示出自己家财万贯 又能体现自己养鸟的记忆高超 再一个就是对于鸟的调教 想要让黄雀学会人们喜欢的鸣教 就需要主人耐心调教 这包括定时给鸟儿播放名叫声 模仿鸟儿的叫声 以及给予适当的奖励 平时主人带着黄雀出门去茶馆喝茶 还要注意不能给鸟脏口 就是不能让黄雀学会粗粗脏话的意思 一旦鸟儿脏口 那身价就一落千丈了 因此带着鸟去茶馆喝茶 还有很多讲究 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鸟都能进去 像百灵鸟要挂在茶馆的屋子里 画眉鸟要挂在廊上 黄雀则可以摆在茶馆的桌子上 其余的鸟根本就进不了茶馆 之所以有这些讲究 是因为鸟会互相学舌 虽然不是同一种鸟 但如果待在一起时间长了 就会互相学习对方的叫法 自己的叫声就跟着跑边了 平时遛鸟也是有讲究的 不是单纯逛几圈 走多少步去什么地方 鸟的心里门清 如果走的步数少了 那一路上鸟不会叫 不叫就代表着鸟不高兴 不高兴你就得接着遛 因为鸟本身就是翱翔于天地之间的 现在把人家关在笼子里了 唯一出门看风景的机会 还不让人家看个够 那鸟当然就不高兴了 所以遛鸟要遛足够长的时间 少则一小时多则好几个小时 不遛到鸟尽兴 那你是不能回家的 过去有钱有钱的公子哥 才会养黄雀 现在养鸟没有那么多规矩 怎么还没人养黄雀了呢 最根本的原因 那就是黄雀的地位 和之前不一样了 以前黄雀是有钱老爷 纹固子弟的玩物 现在的黄雀 早已被纳入了国家保护的范畴 不仅是我国的三游保护动物 还是北京市的二级保护鸟类 之所以要保护黄雀 当然就是因为它们数量减少 还被人类盯上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类的居住环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存空间也快速扩张 森林与湿地面积减少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工用品 水源和空气被污染等等情况 都让黄雀像其他很多动物一样 生存空间被体压侵占 拱群数量自然下降了很多 虽然黄雀的繁殖率比较高 自然寿命有8到10年 每一窝都能生5到6煤卵 孵化期短成熟较快 但仍然赶不上被人类影响的自动 更为严重的是 因为黄雀从事很多养鸟人的新头号 也有些人把他们当舌尖美味 所以针对他们的非法偷猎和贩卖行为 仅不值 如今人类的科技进不飞快 偷猎小鸟的手段和效率 也不是过去能比的 为了追求高效和利润最大化 偷猎者总会额外多偷猎一些黄雀 以弥补运输路上死亡的损耗 而且现在人们的购买力和购买量 也远超过去的养鸟人 因此如果不受法律保护的话 黄雀或许早已在我们眼前消失了 另一方面 人类还没能建立一个稳定的黄雀人工繁殖系统 无法通过人类的力量 让黄雀种群恢复元气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放开黄雀的弩氧 那就会直接刺激非法偷猎 紧瘦的这些黄雀也会被人类祸不干净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零 欢迎点赞评论家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 请不吝点赞评论家关注